上路 上金石油过来 踩上这波动手 A一下 卡位 蝙蝠 蝙蝠怎么支援 拖了一些油 一本TP下来 开火 看一下 开火 烧小强 再叠油 三层的油 开了一下尖出外壳 但是还是得死 对 小小是没有办法 直接被带走了 中路一个带则 补一下等级 也是补到了5级 等级是非常的高 下路小小 小狗已经是把这条线已经是站得比较稳了 也是有18个正补的 可能在前期一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做好太多的一个应对方法了 被杀了一次 在这是一个人 到了对面的野区 放了一个视野眼 我们防目机是没人跟他对线的 我目前全场补刀情况的话 原来是狼人排在第一 40-23的一个补刀情况 蝙蝠又是超了三波的一个大野 精力是非常的好 离奇的跳到是非常近的 小小小路又是一个威 想要动一下小狗的手 但是小狗是开了一个磨蜜 我们就是买到了一个秘法 赏金三级 剩下一个灵魂之类 就是野区的一个发育啊 狼人跟蝙蝠都是打了一个miss节奏 那小小上路一打一打这边的大牛 感觉Viz这里对于一个经济的一个 和经济和经验的一个分配方面 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一直在让酱油去补一个线上 补 去补 自己能打野的时候 尽量打野 打一个miss节奏 给对面的一个压力 那狼人这边是有大招的 看一下这一波蝙蝠 回到家中之后 跳到还差一百多万钱 原来是一个暂停 小小是选择了暂停 有说原因吗 看一下 应该是一个小暂停 你可以稍微等一下 觉得现在暂停 一暂停我就有点慌 就有点慌是吧 想要上一局 但我们这次还没弹出来 你别慌 有点慌 现在的话我是觉得 wins会不会考虑来上路 组织一波 或者是继续去 也去发育等蝙蝠的跳刀 再来去组织 我觉得狼人可以考虑去线上 再上路给一下兵线的压力 然后等蝙蝠跳刀之后 酱油带蝙蝠去找一波节奏 去拿这样的一个塔 我看到狼人是选择来到了中路 继续去选择一个打野发育 你看是没有问题的 那他可能也会冲一下 是路上路还是放大牛 一个人去捕 防目机现在也是没有太多的一个节奏点 两边其实 然后卫士这里的蝙蝠 马上走了还差 很快 强行来动了一波大牛的手 有没有机会 卫士 一个伐不剧练 也是带走了大牛 坐走了这边优势路补线的一个大牛 小狗又来到优势路继续补线 狼人是来到了下路 直接露头 带则是给了一个针眼 咱们看一下爽惊 爽惊的位置是已经被发现了 所以就A了一下 这上有没有吹 还有第二组阵眼 一个加血 哦非常被碰 直接被带走了 蝙蝠是已经有了跳刀 大牛跟蝙蝠两个人开了拨雾 直接来冲下路的 冲cdc外的一个优势路 这个优势路的塔一旦不小心 或者是不熟 那这样直接就退掉了 可能就要被杀人拿下了 这个节奏不仅仅是 这边是小精灵 连着小小躲在下方的这个树林里啊 对其实这一波不是特别的好打吧 伐木鸡的状态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亮了一本TP 伐木鸡的TP会不会来 这边蝙蝠是已经放入了 直接动了一波手 第二本TP有没有 小精灵过来 没有大招的 直接秒掉了小小 这边小小直接变得要看一下狼人变狼 小狼在追着小精灵 伐木鸡下来一个伐木鸡炼 小强开了一个隐身 游战骑士的两个 接飞盘 加伐木鸡炼 蝙蝠的一个水也非常的危险 大牛回头一脚踩 还在找蝙蝠 蝙蝠死掉 看一下这正面 游戏这边大牛在跑 这一波的话 CDCY的支援是非常的快 小强跟伐木鸡很快就到了战场 那直接跟你反打 一波一换二把一个小小子 换掉了对面的狼人加上蝙蝠 小狗在上路是稍微补了一下 自己的一个 阴记 狼人 不不不不 我可以看到 对外面CDCY的 有攻击 我连接下来 他的威蝠 你看 这 几个 直接带走了 小强是一个尖刺外壳 一个 又是一个高 防击 带了一波 输出是非常的爆炸 头上嘴上看一下 一个山帮晕住 这边搬到时间了 又买了一下一个头具 直接带走了蝙蝠 哦 这边防止鞠 看一下这边又拎了一看 带哲给自己加水 哎呦 这个防止鞠 没能放出来 小精精就是下普攻 带走了 带哲 但是自己也是被小狗 拍死 对 小狗是完成了一波双刹